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这很合理 如果能够涨价的话 很多人就会节约用水 对吧 然后我们休斯顿本身 也不是说水资源很丰富 我觉得很惊讶 这个本来现在就是那种 通货膨胀的时候 然后现在又涨水费 德州又是刚刚又恢复 一点点经济 然后又涨水费 大家收入本来就不是很稳定 但是就是看它的 它是合理不合理而已 如果它涨得非常高 非常大那就不对了 但是如果说它是一个 很正常的涨的话 本来在对于这个公共的 公共方面要加强的话 这是应该的 当然不希望它涨了 我现在也有什么办法 我没有办法 影响很大 因为我们买东西 每天都是价格 是好像上降很多 对我们的小学们来说 真的影响很大 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 我觉得什么都涨价的 听起来已经没那么惊讶了 就感觉什么都在涨价